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徐老师 前面两节课 我们学习了函数的语法 参数以及函数的引用方式 掌握好这些基础知识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学习和运用函数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进入进阶篇 对职场常用的函数类型 及函数进行分位的介绍 那这节课的课件 我们同样可以在职场充电包Pro 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函数 两个字自动获取 那么这节课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 数据的格式转化 什么是格式转化呢 简单的说 就是把不规范的数据格式或者样式 转化成规范的 或者我们所期望的格式或者样式 例如一列数据 我们希望在计算的时候 结果能够保留两位小数 一列拼一 我们希望将手字母P量变成大写 或者财务报告中 我们希望根据输入的小写数字 能够自动将其转化成中文 大写金额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数据格式的转化 那好 我们首先来看小数位的处理 在Excel中 我们最常用的小数位处理的方式呢 是四捨五入 那么对于一个数据或者一列数据 我们除了可以直接使用Excel 开始选项卡下的增加或者减少小数点 这个功能以外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公式中用Round函数来进行处理 Round呢 在英文里面是圆和圆形的意思 那么除了这个意思之外呢 当它作为动词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可以把一个数据进行四捨五入 因此在函数里 四捨五入的函数名也是Round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对左侧这张表格的 2018年Q1和Q2的数据进行求和 如果我们直接进行求和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直接进行求和 由于C列和D列呢 都是带有八位小数 因此呢 我们说一列在进行求和之后 它的结果也同样带有八位小数 假如我们不需要求和的结果 显示这么多位小数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sum函数之外 再嵌套一个Round函数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公式删掉 好 我们先做一个求和 那么这是得到了一个求和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小数倍的保留 我在外面嵌套一个Round的括号 好 Round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求的这个sum的结果 求和的一个结果 这是第一个参数 逗号 那么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指定要保留的小数位的位数 那么这里呢 我们保留两位小数 因此呢 参数就设为2 好 然后回车 这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求和的结果就保留了两位小数 然后我们双击可以复制 这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数据都会保留两位小数 那么如果一个数或者一个数据 我们不想让它保留小数位 怎么办呢 第二个参数我们就可以改成0 那么改成0就是说我们不保留小数位 看一下结果 好 这样大家看到就求的结果是一个没有小数位 它只有一个整数 那么与Round的函数相关的还有两个函数 一个呢叫这个Round up向上舍入 它的逻辑什么呢 它的逻辑不是四舍五入 而是总是向前进一位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我输个512.231 好 那么我们对这个小数用Round round up向上舍入来进行处理 好 那么结果呢 比如说这个我们同样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如果用四舍五入函数的话 我们想想保两位就是512.23 但是如果我们用Round up向上舍入 那么它不管它不是四舍五入的逻辑 它就永远向上进一位 所以我们回车之后 我们看到结果就是512.24 如果我们保留一位小数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512.3 所以它不管后面的位数是不是大于5或者小于5 总之任何一个数它都向前进一位 这就是Round up 那么与Round up相反的还有一个函数叫Round down 相反它就是向下舍入 它可以把指定的位数后的小数点全部去掉 比如同样是512.231 如果我们用Round down来处理 等于Round down 向下舍入 第一个参数我们要处理的数 如果我们保留一位小数 如果保留一位小数 那么就是512.2 会把后面的小数位舍去 当然这两个函数用的不多 大家知道就好 重点是大家要掌握Round函数 四舍五入函数 我们Round函数再试一个等于Round 好比如说我对任何一个数选中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我要保留的位数 假设保留三位 回车我们看62.479 好这是关于小数位保留 我们需要知道的三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指示点 叫货币符号与单位的添加 那么在报表中 为了让一列数据更加的直观 让读者知道这个数据的具体含义 那么很多人会习惯在数据后面 去添加一个单位 例如说我们有数30 那么很多人习惯在30后面 加一个圆30圆 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连接符 等于30所在这个单元的引用 连接符是数字7上面这个键 按一下shift加7就可以输入连接符 好那么后面要更一个单位 是圆 圆是文本 所以我们用英文的双引号 把它引起来 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呢 就是这个30元 好 好这里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这类数据做一个求和等于sum好这两个数 那么这是一个求和的结果 我们用and的连接符给它添加一个单位元 好注意一定要用英文的引号回车 好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小数位很多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旁边加一个round对求和的结果 假设我们保留两位小数 好138.74元 那么元这里呢我们甚至可以加一个空格 好这样的显示的效果就更好 然后复制公式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计算结果 这是我们用连接符给一列数据去添加单位 这种方法呢虽然的确给数据加上了单位 但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由于我们在原数据后面添加的其实是一个文本 那么复制的结果其实保存的现在已经不是数值了 而是文本 因此呢这列数是没办法进行计算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这列数做一个求和 我们选择这列数 回车可以看到结果为0 所以呢使用end的连接符给这个数据添加单位 虽然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 那么你可能会问难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 给数据添加单位的同时又能够进行计算吗 当然有 那么这种方法呢就是自定义格式 例如刚才我们同案的操作可以使用自定义格式去添加单位 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 首先呢我们当然先做一个求和 好我们对整个这一列 快速可以做一个求和 好那么求完和之后呢 我们按Ctrl加1快速键打开设置单元格式 在数字的类型下面有个自定义 好在自定义里我们可以设置自定义格式 那么这个数我们也同样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我们就输入0.00 然后旁边呢我们输入一个单位 意思就是我们将这类数保留两位小数同时 给它添加上单位 好确定 这样大家看到那么所有单元格旁边也加上了原的这个单数的数据单位 但是呢我们 我们刚才说虽然我们也加了单位呢 但是其实这是一种新的方法 这种方法加的单位呢 实际上它并没有改变数据本身 那么这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数值而不是一个文本 这个是自定义格式的特点 它只会改变单元格的显示 但是不会改变数据本身 因此呢我们这一列数其实是可以求和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L加等号 大家看到可以自动识别我们所要求和的这个区域回车 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结果呢 如果你同样想使用自定义格式 我们再可以练习一下 我们Ctrl1打开 在自定义格式里面输入0.00元 好我们看到结果是1263.62元 因此呢我们在Excel表格里给数据添加单位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使用自定义格式的方法 那么比如说我们添加货币单位 例如美元或者人币 我们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个自定义格式的方法 那么可以这样去操作 我们选中这一列 当然我们还是先做一个求和 好 然后选中这一列 Ctrl加1 在自定义格式里面 我们修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次呢 想这个数假设代表的是货币 我们要给他加一个美元 那就输入dollar 可以加一个空格 0.00 意思就保留两位小数 然后回车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最终显示的一个货币的格式 那么如果我们想换成人民币 同样Ctrl加1打开 在自定义格式里面 把dollar符号呢 改成一个 这个人民币 当这个人民币的输入 我们要注意 人民币呢 我们在中文的输入法 中文的输入法里面输入是人民币符号 如果在英文的输入法里面输入 就是一个dollar符号 确定 这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所有的货币单位都变成人民币 当然把一列数据变成货币格式 最快的方法不是自定义格式 最快的方法其实是用快据键 我们以这列数为例 选中这列数 然后按Ctrl加Shift加4 Ctrl加Shift加4 那么Ctrl加Shift加数字键呢 其实是快速修改数字 数据类型的一个一组快据键 如果我们在一列数上面按Ctrl加Shift加1 可以快速的将其改成常规格式 如果Ctrl加Shift加2呢 会是一个时间格式 Ctrl加Shift加3是一个日期格式 Ctrl加Shift加4呢 是货币格式 Ctrl加Shift加5是百分比格式 Ctrl加Shift加6 是一个科学技术法的格式 那么这组快据键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然这里我们显示的是人民币 如果你想更换货币符号 可以Ctrl1打开 那么在货币类型下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需要的货币类型 好 这是我们说用自定义格式 或者用快捷键来快速的给一列数 去设置它的货币单位 那么除了以上两种方法 如果大家想通过公式 直接将计算的结果显示 为货币格式 那么其实还有两个函数也可以使用 一个是Dollar将数据转化成美元 另外一个是RMB将数据转化成人民币 那么也非常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它切换成常规格式 那么这列数刚才用SUM计算的一个结果 好 现在假设我们希望 取获的结果直接显示成 人民币的样式 我们就在旁边签套一个RMB 将货币格式转化人民本字符 我们签套一个这样一个函数RMB 好 那RMB函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 就是这个求回的结果 所以是SUMB4到D4 第二个参数叫Decimals 就是你要保留的小数位 那么假设我们保留两位小数 好 回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计算的结果 最后都显示的是RMB的格式 好 那么同样 如果大家想 如果想显示成美元呢 就输入Dollar Dollar公式 Dollar函数 好 然后我们按Ctrl加回车键可以批量的将所有单格的公式改成Dollar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货币符号与单位的添加 大家记住这几种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文的大小写转化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这个字母的大小写的一些一些变化 那么主要是让大家记住这样三个函数就好了 那么一个是Upper小写变大写 第二个呢是Lower大写变小写 第三个是Proper 将所有的字母的首字母大写 其他字母小写 主要是这三个函数 那么我们一次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是小写变大写 比如说这个C列是带处理的数据 那么这是我们这些人名字的中文的拼音 或者英文的主要是中文的拼音 我们先把这类数我们全部变成大写 怎么变呢 我们用Upper函数 回车 大家看到所有的字母都变成大写 那么这是剩下的呢 我们可以双击 但是双击的时候 它会改变这个表格的一个格式都复制 所以呢 我们就用Ctrl C 我们用Ctrl C 然后又借粘贴公式的方法 用这个粘贴公式的方法 第二个函数叫Lower将大写变小写 Lower 那么我们这次处理刚才的地列 回车 那么又变回了小写 Ctrl C 粘贴公式 这是第二个函数 第三个函数呢 非常有用 叫Proper 它可以将一串英文字母的首字母大写 或者单词它的首字母大写 其他字母小写 所以称龙 C和L大写 其他小写 同样 Ctrl C 复制 右键 粘贴公式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三个函数呢 非常的有用 那么这里有两个练习 大家可以试一下将who are you what your name 将这两句英语英文的变成首字母大写 其他字母小写的形式 大家可以课后做一个练习 练习 那么这三个函数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指示点 叫文本数值的转化 文本数值的转化呢 也比较简单 这里呢 大家记住这样两个函数 主要是前面两个 一个是value 一个是value就是数值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是number value number value 这两个函数呢 它都可以将文本型的数值转化成数值 什么是文本型的数值呢 就像我们这个表格里面的日期 货币符号 货币形式的数据 还有这个百分比格式的 还有带着这个绿色角标的 这种数字呢 都是文本型的数值 那么有时候我们需要将文本型的数值转化成重数值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value或者number value 这两个函数 这个我们先不用宣调 好 这两个函数呢 处理这类数据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演示的等于value 参数是要处理的数 那么比如这个日期 原来它就是一个日期格式 那么经过转化之后 它会变成日期所对应的一个数字 这货币格式 经过value处理之后 会没有这个货币符号 就是一个常规格式 同理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处理 这一组数呢 我们用number value 也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课后可以试一下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number value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还有一个value函数所不具备的一个功能 就是当我们在入数据的时候 由于不小心多入入了一些空格 比如这个数100万 我们看到中间是有三个空格 不小心多数三空格 同样下面这些数里边都有不同位数上有出现空格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空格 如果你有批量数据要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number value函数 我们看等于number value就一个三数要处理的数 那么回车之后 我们批量处理可以看到所有的空格不复存在 所以用number value呢 处理这种情况呢 非常的好用 这两个函数呢 比较简单 我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就好 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关于这个value函数 value函数我们看到 它可以将一个日期转化成对应的数值 因此呢 在涉及到有关日期的条件统计的这一类函数应用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value函数 那么这里大家先知道这个函数 我们在后面介绍条件统计的时候 可能还会出现value函数与其他函数的一些组合的应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数字和金额的大消息转化 在财务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问题 那么我们介绍几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处理方法 涉及到一行叫numberStream numberStream numberStream函数呢 它可以实现数字转中文 那么这个函数在上里面是个隐藏函数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输入等于numberStream 大家可以看到它系统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自动提示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行记住numberStream number的数字 Stream是字符串的意思 numberStream 那么numberStream它有两个参数 虽然括号里不会提示 但是大家记得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处理的 也就是要转化的数字 选中B4单元格 好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你要转化的样式的类型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可以选择一二或者三 如果我们第二个参数写一的话 回车可以看到它可以将数字转化成中文的简体的数字形式 那么如果是二呢 我们看一下numberStream 好第二个参数是二的话 回车可以看到 那么是一个中文的繁体的数字的格式 如果是numberStream 如果是三的话 我们看 如果是三的话 它可以转化成简体 可以转化成简体的形式 但是它不包括数字单位 就是一千百 它不包括数字单位 那么要注意的是 numberStream这个函数 它只能处理数据的实数 也就是整数部分 而小数位呢 就没办法进行处理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对小数位也进行转化的话 可以使用第二种方式 用自定义格式代码db number 那么在text函数 在x2中有个函数叫text函数 我们看在text函数中 我们输入等于text B12呢 它同样是两个三数 B12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 那么第二个呢 双引号引起来的这个db number1 db number1 这是一个自定义格式 当我们输入db number1 也就是第一种转化的数字样式的时候 可以转化成这种中文的简体的形式 那么同样的数字 我们看 如果我们在自定义格式 改成db number2 就是第二种数字类型 那就可以变成一个中文的 繁体的数字形式 同样我们如果是db number3 3的话 它可以转变成这种形式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不同的样式 选择不同的样式 这里大家也看我们的案例中 上面number string是没有小数的 因为它不能处理小数 但是db number这里我们举的 都是带有小数位的处理 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处理 带有小数位的这种数字格式的转化 那text函数呢 在excel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这个知识点 我们下一个知识点里面会详细介绍 大家先记住这几种转化方式 那么我们也不用刻意去记 当你需要用的时候 打开我们的课件 看一看就知道了 另外呢 我们在制作财务发票的时候 可能需要特别使用一些 繁体的技术单位 比如说十百千 或者圆角分 或者圆整等等 这样一些专业的数字格式 那么这一类转化呢 其实没有专门的函数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函数的运用 综合进行转化 这里呢我编写了几个公式 大家可以看编写的几个公式都很长很复杂 那么现在大家理解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 其实也没有必要专门花时间去钻研 那么大家可以当做工具使用就好了 比如说比如说我想使用这种格式 那么我可以这里直接换一下数 比如随便写25545.34 那么回车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转化一直转化到圆角分 或者再试一下 我们要使用这种格式随便写一个数 转好过来了 所以这里呢就当做一个工具 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打开课键 输入你需要转化的数字 那么旁边自动可以转化成想要的格式 然后把这个转化的结果 单人格复制一下 复制下粘贴成值就可以使用了 这是涉及到数字和金额的大学校转化 那么最后一个知识点 我们来重点介绍刚才提到的 这个text函数 也就是格式转化函数 按照Excel中的定义 text函数呢 可以按照指定的数字格式 将数值转化成文本 比如说书等于text 那么text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要处理的数字 比如说2335 现在我们要把它转化成一个货币格式 将人并并符号 那么怎么操作呢 等于text B4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forment text 就是你要转化的这个格式代码 那格式代码呢 我们一定要用英文的双引号 好 然后在里边写上 好 人并符号 好 可以加个空格 那么后面写0 那写0呢 0是个数字占位符 注意这里 右边的这个双引号一定不要省掉回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等于 IMB2335 2335元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第二个例子呢 521.25 我们控制小数位 并且给它加单位 比如说我们保留一位小数 并且在后面添加单位语言 那么可以这样去写等于text 第一个参数521.25 好 第二个参数是 注意 我们说保留一位小数 所以0.0 加一个空格 就数据跟单位之间加一个空格 让它显得更好看一点 好 在旁边输入圆 注意 然后旁边呢 一定要把双引号 而且是英文的双引号 一定要补全回车 回车之后 它会自动加上右边的括号 所以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 保留一位小数 同时加单位的这样一个格式 好 第三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将一个日期 2018年9月14号 变成星期 我们同样可以用text函数来处理 选择日期 那么变成星期格式是什么呢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强行记忆 没有别的方法 4个A 输入4个A 代码是4个A的时候 回车 我们看到结果是星期五 那么如果 将里面改成三个A 那么结果就是5 他没有星期两个字 所以这是不同的一个显示的格式 好 那么如果 我们想要在结果中显示为英文的星期五 怎么办呢 将4个A改成4个D 显示结果是Friday 好 那么同样 三个D 回车 那么显示的是英文的星期的简写 FRI 那么另外呢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如果将4个A或者4个D 我们改成4个M呢 4个M呢 返回的就是月份 返回这个日期所对应的月份 9月份 September 那如果我们改成3个M SEP 就9月份的英文的简称简写 另外呢 还有MG Month 那么还有个年呢 可以写4个Y 1月2018 那么因为年份呢 里边就三个Y也是一样 都显示2018 因为它没有这个英文的对应的英文的样式 再来看一个案例 将修改手机号码的格式 那么大家知道手机号码一般都是11位 如果我们直接写成一串 那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你有一列手机号码的时候 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容易演化 所以最好呢 我们在写这种手机号码的格式的时候 我们最好给它加一个区隔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号中间 加上一些连接符 比如让它按照344 三位四位四位这种节奏来显示 怎么去转化格式呢 我们可以用text函数 好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手机号 第二个参数 注意还是加双引号 好 那我刚说按344的节奏 就前三位加一个连接符 中间四位再加一个连接符 后四位 加上双引号 那么一共是11位 回车我们可以看到13602031335 当我们有批量的手机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 然后复制一下公式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个案例 我们看 是一个不规范的日期的转化 那么看到20180914 那么这个读起来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日期 但是呢实际上 这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这是一个文本型的数值 它其实就是一个八位数 或者因为前面加了单引号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本 它是一个文本 实际上不是日期 那日期呢 我们知道日期的格式 我们要么输入的时候就是2018 9月14 这是一种标准的日期 或者2018这个连接符9月14 这也是日期格式 你看输入完之后 它会转化成标准的日期格式 就这两种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用touch的函数 对它进行转化 第一个参数 好 第二个参数 那么由于一共是八位 所以我们可以用零这个数字占位符 前四位是年 中间两位是月 最后两位是天 双一号 回去了 那么结果是2018年9月14 那么这种样式呢 才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日期的格式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假设我们取这个日期的月份 回车 那么是9月份 如果能取出来 就证明它一定是一个日期格式 一定是个日期格式 那么从上面这些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text函数对于数据的格式转化 那跟自定义格式很像 那text函数的第二个参数 那里面这个双一号里面 其实它就是自定义格式的代码 那么关于自定义格式以及代码 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详细去做分享 这里大家先把课程中提到的一些常用的代码记住 并且能学会使用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第三节课的全部的内容 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使用函数对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处理 包括小数位的保留 小数位的处理 我们提到了三个函数 Round 四捨五入 Round up 向上舍入 不管怎么样都向前进一位 Round down 向下舍入 直接舍掉 然后呢 我们介绍了货币和单位的添加 我们说不建议大家使用end 连接服务这种方式给数据添加单位 而是建议使用自定义格式的方式 自定义格式的方式来添加单位 以便在数据在显示单位的情况下 还能够被正常计算 那么接着我们又介绍了 英文字母和数字金额的代表转化 给大家提供了财务金额的几个处理函数 那么可以直接当工具来使用 最后呢 我们介绍了一个重要的格式函数叫text 按照指定的数字格式 将指定的数字转化成我们指定的数据格式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文本的处理 如何用函数对数据和文本进行连接 提取定位替换等等一些操作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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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